椰樹 椰樹 鋼紫 小朋友穿著迷彩服 挺著小小身子踏步前進 手上還拿著餐盤鋼盔 模樣超級鬥趣 還有這位中年大叔 挺著大肚男 穿上軍服 披上榮譽帶 回憶當年當兵時的珍貴點滴 這裡是金門的軍風特色民宿 融合當地特色吸引遊客目光 而同樣吸金的還有這一個 推開古老木門 映入眼簾的是 紅磚白牆的百年三合院 從高出望去 一整片村落 都是極具特色的傳統古厝 特殊風情也吸引了不少遊客造訪 因為來金門就是要住特色民宿 特色民宿 對 所以就選古厝民宿 對 還不錯就是回家的感覺 回家的感覺 對 換個場景來到馬祖 幾乎每間民宿都有無敵海景 躺在房間就可以舒舒服服 慢慢欣賞 如果這樣還嫌不夠 可以到蘭嶼騎著單車環島 甚至穿上潛水裝 直接體驗海底風光 只是這些離島地區的民宿 大部分因為歷史文化的因素 無法取得使用執照 或是不符監管法規 為了推動觀光 現在相關單位準備修法 輔導這些民宿就地合法 包含遊客和業者也都樂觀其成 會多來幾天 然後每一天都住不一樣的民宿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其實沒有合法化的民宿 他們會消價競爭 同時品質會比較失衡 因應路客減少 業者絞盡腦汁 想辦法拓展客源 現在這些特色民宿 可能就地合法 能不能帶來更多觀光商機 也讓他們相當期待 記者李俊能聊一支 金門報導